就像Jodie Foster's character in the movie Contact scientists have come across a mysterious signal from a galaxy far far away in a study published on Wednesday the journal Nature said that they've detected a very unusual radio burst it has a pattern that's similar to a heartbeat and for now the exact location and cause of that burst is unknown 哇塞 这一下有好戏看了 NASA的科学家们刚刚搞了个大新闻 你听说了吗 太空里那个什么神秘的东东 竟然开始往地球这边仍无线电信号了 想想都有点小激动 毕竟这帮科学家们找外星人找了快半个世纪了 这回是不是真的要揭晓了 让我告诉你 有人爆料说NASA的科学家们 像偶然发现宝藏一样 捕捉到了一个遥远星球发出的信号 是的 没错 NASA官方也点头确认了这档子是 那意味着啥呢 难道我们就要和外星人来个正面对决了吗 大家都在猜 这些神神秘密的信号到底是谁在发 是不是外星人在跟我们玩捉迷藏呢 不过别急 听我慢慢道来 NASA这些天没少忙活 一直在对那个不知名的太空物体下手脚 想弄明白那些无线电信号究竟是啥玩意儿 科学家们似乎觉得 这可能是来自某个角落的高智能生命发来的信息 但也有可能这压根就不是外星信号 而可能只是宇宙里的某种自然现象 比如磁波拉 无线电波拉之类的 别忘了 我们这个宇宙可大了 宽广的下人达到了惊人的930亿光年 所以这次的信号说到底还只是个猜想 宇宙的真相远比我们知道的更加神秘和深不可测 咱们就一起探索探索吧 看看NASA揭晓什么大秘密 说起探索太空的那骨子劲儿 你可知道它可是来自咱们这心心念念的外星生命 这念头既迷人又让人心里咯噔一下 尽管看起来咱们在这宇宙中挺孤单的 可心里还是忍不住要问 要是真有其他星球上的小伙伴们 咱们怎么还没和他们打过照面呢 NASA科学家们用的可是那些高大上的玩意儿 真是探星界的瑞士军刀 有专门的望远镜 还有顶尖的警报系统 能够窥探那些遥远星期的秘密 让咱们对宇宙的理解更上一层楼 猜猜看 这帮科学家们竟然用这些工具 发现了来自一个老远老远的 足足有90亿光年之遥 兴起的无线电信号 这信号的强度 在这么远的距离上被记录下来 那可真是个了不得的大发现 这发现对于解释那些 让人头大的暗能量和暗物质的谜团 超级重要 你知道吗 这些东西可是占了咱们能看到的 宇宙的大头有80%呢 而且呢 这个让人津津乐道的无线电信号 是NASA在印度的那个超高灵敏度 巨型波长无线电望远镜捕捉到的 这说明了 这望远镜牛倒能发现 来自那些遥远星系的微弱信号 最开始 当科学家们用这技术捕捉到 来自已知来源的信号时 比如恒星啊 黑洞啊 它们都激动坏了 但现在呢 它们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认为 这个无线电信号可能真的是外星来的 想想都让人心跳加速 是不是 这宇宙的奥秘 还真是比咱们想象的还要宽广呢 这事可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后来的调查嘛 就像侦探小说似的 发现了个大秘密 原来那个超强的无线电波 是从一个遥远星系中心的 大块头黑洞发出来的 这个黑洞可不得了 体积巨大的吓人 发出的辐射量也是惊人 幸好咱们的巨型波长 无线电望远镜能把它捉住 虽然这信号并没直接证明 外星人的存在 但NAS那些聪明脑袋也表示说 这可能意味着 在这浩瀚宇宙中 咱们或许并不孤单 想想看 是不是有点小激动呢 说到这儿 半人马座Alpha星 就不得不提了 科研人员在那儿发现了 奇特的无线电发射 而且这个发射源 看起来和自然现象不太搭调 全球都被这个消息震动了 现在大家都在忙着查这个信号 是不是外星人发的 因为看起来它很可能是人工的 NAS的科学家们 这些年来没少忙 一直在监测星系 现在对这些神秘无线电信息的调查 终于露出点成果的样子 但这个信号到底是啥意思呢 还是个谜 有人觉得 可能是外星邻居发来的和平信号 有人则猜可能是什么灾难的预警 还有个理论挺疯狂的 说这信号里可能藏着革命性技术的蓝图呢 现在最头疼的 就是找出这个信号的源头 半人马座Alpha星 还有好多地方没被探索和监测呢 比如那个可能适合居住的半人马座Alpha星B 这个高级的无线电信号 跟一个可能有生命的星系这么近 让咱们对最终发现外星生命的希望越来越大 让科学家们等得心急如焚啊 你可听说了 NAS那边现在可热闹了 有个传言说 这些无线电消息 可能是外星坏蛋们的陷阱呢 想想都有点小刺激 入侵地球的念头 一直是电影小说里热门的桥段 现在有人怀疑 这个信号里可能藏着什么危险的高科技 加州大学的大牛科学家安德鲁 西米安带领的那个团队 已经对这个奇葩信号研究了好几个月 这信号有的独特之处可不少 比如它的信号与噪音比低的离谱 这可让探测它变得特别棘手 而且呀 它的无线电频谱 带窄的不像化 和人造卫星或航天器发出的信号 完全不是一回事 更诡异的是 这信号的样子和咱们常规的天文学评估不符 科学家们在研究这信号时 又发现了新花样 比如说 这信号的高度偏振 说明电场震动有个特定方向 这可不像是自然无线电波会有的特点 而且这信号还有个规律 每1635天就重复一次 让人联想到 可能有个高度偏心轨道的东西在绕着转 研究信号数据时 科学家们还发现 信号强度的波动 和一些不规则的活跃度突发 这种不可预测性让人猜测 可能是来自人造东西 比如卫星或航天器的干扰 不过 这个信号的特殊之处 特别是那窄窄的贫固带 看起来很可能是人造技术的杰作 总的来说 这个信号引发的猜测和兴奋可不少 就像是科幻小说变成了现实一样 我们还得继续观望 看看这神秘信号 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或者惊吓 说到这个无线电消息的神秘性 真是让科学家们头疼得不得了 问题比答案还多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天文大牛 杰森 赖特对这个让科学界激动不已的发现 特别支持 他强调 发现这个复杂无线电信号 绝对不是壮大运那么简单 这些科学家和天文学家们 为了搞懂半人马座 Alpha星的秘密 可没少费心思 你知道吗 这可是离咱太阳最近的红矮星 他们的收集工作可是从2019年4月就开始了 好几年的功夫呢 他们团队合作 目标就是找到外星智慧生命的踪迹 他们用的澳大利亚帕克无线电望远镜 特别关注半人马座Alpha星上的任何药班活动 主要是想弄明白 这些来自红矮星半人马座Alpha星的药班 对系统里的行星有啥影响 特别是那个半人马座Alpha星币的无线电信号 2016年 科学家们还发现了半人马座Alpha星币 这是一个比地球大1.2倍的行星 每11天就绕着半人马座Alpha星转一圈 在收集信号的过程中 他们意外发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东西 这信号来自地球以外 复杂得很 自然就引发了一大堆关于外星生命的猜测 虽然大家都挺兴奋的 但科学家们还是很谨慎地在解读这个消息 生怕里面藏着什么危险的东西 他们也意识到这个信号可能有很多种解释 这个发现就像是开启了一扇神秘的大门 让所有人都充满好奇和期待 同时也有点小心翼翼 毕竟谁知道这背后会不会藏着什么惊天大秘密呢 说到这个无线电信号的研究 可真是星光翼翼的阵容 马克思 普朗克天文学研究所 和其他牛拜的组织的研究人员都加入进来了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绝对不会因为缺少高手而拖慢脚步 不过这个信号的挑战真不小 澳大利亚帕克斯无线电望远镜只有一个天线捕捉到了它 而且还特别微弱 因为只有一个天线捕捉到 所以想要确定这个信号的确切来源可就难上加难了 科学家们为了弄清楚这个谜题 一直在用干涉测量法 搭配多个望远镜的数据 希望能拼凑出更详细的图像 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说说半人马座 L5星系统里隐藏的另一个谜团 一个秘密的第二行星 2019年发现的半人马座 L5星C 这个家伙比他的天体兄弟 半人马座 L5星比大多了 而且在一个比我们太阳系中 任何行星都远的地方 科学家们在深入研究半人马座 L5星C的时候 都快把眼睛钉下了 他们希望找到 它可能支持生命的证据 这就带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 生命能在半人马座 L5星C上找到家吗 这个问题 就像是揭开来自这个系统深处 那个神秘无线电信号悬念的钥匙 而且啊 在这个宇宙之谜的背后 关于外星生命可能存在的猜想 又重新点燃了人们对星际旅行 这个许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概念 的痴迷 真是让人兴奋的连睡觉 都能做梦去星际旅行了 说起来 虽然咱们地球上的技术 还没牛到能搞定星际旅行 但这个可能来自外星的神秘信号 真是让我们心痒痒 忍不住想要向半人马座 L5星发个微信问候一下 不过 这种宇宙间的小聊天可没那么简单 它其实牵扯了一大堆棘手的伦理问题 科研人员们在这个发送信息的决定上 可是挣扎的厉害 毕竟咱们真的不知道 在这个浩瀚太空中 等着我们的会是什么 正如俗话说 小心使得万年传 科学家们都觉得还是低调点好 免得不小心招惹到哪个可能心怀不轨的外星生物 因为呢 咱们这里没有什么高科技武器或防御系统来护提 万一真有外星人想打咱们地球的主意 咱们可就手忙脚乱了 所以 科学家们决定 还是靠咱们自己来一步步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吧 随着半人马座 Alpha星那不可思议的神秘呼唤 诱惑着我们前往宇宙的未知之底 人类的命运就像站在了十字路口 咱们是勇敢地迈出那一步 还是安静地观望着 这可真是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不管怎样 未来的路既充满了未知的风险 也同样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个超牛科学家 索菲亚 谢赫 她是带头搞这个奇妙信号的突破性聆听候选者 BLC项目的大佬 多年来 她像侦探一样 紧盯着无限电望远镜的数据 细心地过滤掉那些背景杂音 只为找到那些可能微不足道 但又可能重大的外星智慧生命迹象 在把这个信号定为突破性聆听候选者一号之前 索菲亚和她的团队先忙着做了一堆测试 确保这信号不是地球上的什么干扰 他们知道 要想确认这信号的真正出处 得进一步调查 确认它不是地球实验室里弄出来的 也不是哪个设备的干扰 为了验证他们的发现 索菲亚带着她的团队又回到了望远镜那 用了一种叫做点头的技术整整扫描了一周的天空 就是先对准一个特定目标 然后再把望远镜转向天空的其他地方 这样来回比对 这一番大规模的测试 结果明确指出了这个突破性聆听信号 非地球所能解释的外星本质 更深入的一探究竟后 团队还发现了个令人震惊的新发现 这信号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有一种重复的模式 而且还来自半人马座 Nelphi星方向出奇的规律 这种一致性直接否决了任何随机性或干扰的可能 更让人疑惑的是 这个信号缺少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看起来不像是承载信息的 它不只是一串简单的无线电波 而是一种复杂的频率组合 自然现象解释不了 这信号时而爆发 时而长时间沉默 和哪些自然源的连续信号大相径听 这个悖论让科学家们 对半人马座Nelphi星的信号越来越着迷 当他们把所有的观测结果拼凑起来时 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一些 关于外星生命的有趣可能性 在他们的脑海中盘旋的是这样一个想法 这信号可能是某种超先进外星文明的一撇 这种文明的技术水平 远远超出了我们现在的理解范围 这可真是让人既兴奋又好奇 这个宇宙中还有多少未知的奥秘 等着我们去揭开呢 你听说了吗 那个让人头大的信号 代码还是个大谜团 但是资助突破性聆听项目的那位亿万富翁 尤里米尔纳 对这个BOC1信号展现的潜力 可是着迷得不得了 和之前那些哭狼来了的误报不同 尤里这次真的信了 他觉得这回是真的大发现 尤里可不是闲着的 他催着他的团队用尽一切办法 去破解这个神秘信号里隐藏的代码 紧接着的几个月 团队就进入了超模式 不知疲倦的分析 确保着信号绝不是来自任何自然或地球的源头 他们仔细挑选大堆数据 就像侦探一样寻找可能提供线索的模式或联系 他们甚至还想到 这个信号可能是某种我们还不知道的宇宙现象 或许是一种奇特的宇宙辐射 这个突破性团队 他们坚持认为 这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无线电消息 可能有自然的解释 他们的任务就是 得先排除所有可能的自然原因 才能大声宣布 这个信号是外星生命的证据 毕竟 谁都不想一开始满怀希望 最后又发现 这不过又是个误会 近年来 天文学家们采用人工智能 来加快寻找外星智能的步伐 发表在前不久 《自然 天文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 索菲亚和目前在伯克利搜 寻外星智慧研究中心 从事研究的华裔科学家 皮特·马合作 对我们星系附近的820颗 恒星的技术特征 进行了深度学习搜索 机器学习演算法 正在改变对地外智慧生命的搜索 比以往更快 更好地寻找候选讯号 研究团队利用了 包括总计489小时的观测数据值 包含数百万个无线电讯号 该演算法检查了每一个讯号 发现了8个讯号 与他所训练的任何讯号都不匹配 并且这些讯号在早期的资料分析中 被遗漏了 虽然围绕这个古怪的无线电消息的不确定性 还是重重的 它的起源和目的依然是个谜 但BLCE作为太空探索中发现的最吸引人的信号之一 还是脱颖而出了 你怎么看这个来自外太空的奇异信号呢 你觉得它会是高级生命形式 试图和我们联系的信号吗 我们接收到这个广播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请在下面的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 感谢您观看这个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免错过有关科技新概念的重要报道